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来回穿梭的服务员之外 还有不少排不到位置的顾客在桌边后座 是什么样的美食吸引这么多人一大早就过来排队呢 走进后厨 一落落的笼屉正冒着热腾腾的白烟 十几个厨师正忙着擀皮包包子 各个工种的师傅们分工明确 手法娴熟 原来这些顾客一大早就是赶来吃包子的 大师傅告诉我们 他们家的包子八元钱一只 而这样一个休息日的早上就能卖到上万只的包子 收入达到八万元 这包子凭什么卖到八元一只 一张包子皮里究竟包着什么大文章 您看 这一笼笼冒着热气的大包子 在服务员的手上 晃晃荡荡的就上了盘桌 再看看顾客的吃法 这哪是在吃包子 一个个分明都是在喝包子 这吃包子怎么到了静江就成了喝包子的 这包子里究竟包着什么秘质的美味 这些汤又是怎么钻进包子里面去的呢 静江位于江苏省中南部长江下游 这片因江潮的长期冲刷而隆起的沙洲 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 今天已经发展成为长三角一个面积673平方公里 人口近70万的充满生机的城市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静江人临江而居 他们的生活自然离不开这连年千年的长江水 这片由长江冲击而成的富饶平原 三面临江 河网密布 丰富的水资源为当地的水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长江刀鱼 石鱼 鲑鱼 河豚等稀少于种 曾经是静江人饭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 走进静江的水产市场 这些叫得上名字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长江野生拔鱼 都能让静江人一饱口福 而到了十月 正是菊黄蟹肥的季节 这高满黄肥的长江蟹 更是让静江人垂涎的美味 这边是半井 半井 半井 这个不许一下 怎么看出来有黄的 这边是金江的 那 这边是黄的 这边都是黄的 就是黄的 知道吧 那锅怎么算是有粥啊 那锅的 这边是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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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透明的就是菊的 对吧 就是菊的 对吧 静江人吃蟹 可谓是吃得费尽心机 走进饭店的后途 我们看到这些活生生在热水里面挣扎的螃蟹 厨师告诉我们 这就是大包子的主料 原来我们看到的大包子 全名就叫静江蟹黄汤包 它的鲜美就来自这鲜活的长江蟹 大师傅告诉我们 这每个包子里面包有一两的蟹黄和蟹肉 按照这家包子店的销量 一天卖掉六千个包子算 店里每天要用掉六百斤的蟹肉 而汤包店选用的一般都是二到三两之间的螃蟹 最娴熟老练的拆蟹师傅 也只能从这样一只螃蟹里面拆出不到一两蟹肉 因此这拆蟹就成了包子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而对付着堆积如山的螃蟹 这百年老店自然有着自己一套独门绝技 你看 店里的拆蟹师傅们分工协作 短短十几分钟 这些刚才还涂着泡泡的螃蟹已经伸手益处 而这只是拆卸过程中最简单的第一步 接下来最复杂的程序拍在后面 螃蟹鲜美肉难拆 包子店的首席大厨陶敬梁师傅 今天要把店里拆卸的绝招交给我们 这个脚要剪掉 剪掉便于 然后这个里面螃蟹这个肉 脚肉测整 剪好了再就用这个 磨擀 然后脚擀出来 擀出来这个脚很整的 如果擀融了这个 都去包出来呢 口感就两样了 而且擀的速度很快 螃蟹鲍呢 这个呢最难拆的 这个里面上面有刺 可能很硬的 你用的这个工具 工具我是专门为这个吃螃蟹 自己定制的 不锈钢 蟹棒 这螃蟹的身体是肉最多 也是最难拆干净的部位 蟹肉鲜美 但拆蟹的复杂 往往让不少人望而去步 要吃螃蟹 最难拆的就是这一部分 要顺着它 顺着这边把它拍 把它破开 然后 把这蟹肉顺着它这个里面 拂出来 今天我们算是长了见识 这螃蟹壳转眼就被掏得干净透亮 拆蟹师傅告诉我们 如果家里没有专用的工具 可以把筷子削薄 一样可以当工具用 据说 店里最快的拆蟹师傅 能在两分钟之内拆干净一枝掌蟹 为了验证一下这门绝技 我们专门找来了一枝钟表 我拆一下 2分05秒 陶师傅告诉我们 这拆蟹的绝技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 这位拆蟹师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20年了 不过今天我们掌握了这拆蟹要领以后 吃螃蟹也能省去不少麻烦 这一盆盆刚拨出来的油亮金黄的蟹黄蟹膏 散发着一阵阵浓郁的鲜香 让我们开始想象用它制成的包子的鲜美 但是至此我们还没弄明白 这汤包里的汤是怎么来的 为了解开我们的疑问 陶师傅带我们来到它熬制汤料的操作间 大包里煮的这是什么汤 这个就是三样的老磨鸡 要熬五到八个小时 它们要熬滑了 全部煮它的汤 铲好的铲干净的猪皮 里面的油全部刮掉 全部去背上的 这个放在鸡汤里煮 煮好了再就搞碎 搞碎 搞碎像这个样 搞碎了 这个就是搞碎了 汤包制作的过程中 这个环节原本是秘而不宣的 这百年老店秘制汤料 所谓的秘密就在这熬汤里面 今天陶师傅破例给我们揭秘一部分熬汤秘籍 你看这熬制之前 厨师往汤里加了一瓶的烧酒 一些生姜 开锅之后厨师又往汤里加了一把香葱 这看似平常的调料 在这里的作用却非同寻常 陶师傅告诉我们 这些调料并不是用来调味的 它的作用是去掉猪皮和鸡汤的杂味 这香葱附在滚开的汤面上 可以吸附熬制过程中浮出来的杂质 熬汤的过程中 厨师要不断的用大勺养起汤汁 这样可以让猪皮里面的杂味充分散发出来 经过六到八个小时的熬制 当一锅汤熬成半锅时 把汤面上的杂质 油汁和猪皮全部过滤干净 这汤才算是熬好了 让我们不解的是 既然猪皮需要这么费工夫去处理 为什么一定要放猪皮呢 接下来 陶师傅为我们揭开了这汤包里 一个最关键 却又最简单的秘密 原来这容器里装的皮冻 就是熬制好又放凉了的猪皮汤 我们一直以后 这汤包里的汤究竟是怎么包进去的 答案就在这猪皮冻上 这就是汤包馅的主要 汤包馅的里面的就是馅料 这个皮冻切出来要被轻的看上去 发亮发光的 一定要有弹性 胶原蛋白嘛 切出来它没有光测度的话 它就证明就是有杂质在里面 这汤包里面包的不是汤 而是这蟹黄和皮冻馅料 经过这样复杂的程序 制作出来的皮冻馅料 不仅入口轻而不腻 稠而不油 味道鲜美 还富含胶原蛋白 陶师傅今年六十岁 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它吸成自己的保鲜术 就是在厨房熬了几十年的猪皮汤 才会保持了今天这样年轻的模样 看来这净江的包子皮里 还真是大有乾坤 净江蟹黄汤包的鲜美 除了厨师精湛的厨艺 自然离不开这滋养着一方水土的长江水 长江蟹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 造就它与众不同的鲜美 今天我们跟随当地的一艘渔船 去江面捕蟹 今天是去捕蟹还是捕鱼呢 现在是捕蟹呀 现在下了瓦是捕蟹的了 捕蟹呀 捕蟹要跟着这个水走 对对对 水流的一块也好 这螃蟹呢一定要跟着水流 涨水没有的 你看那个浮动上面的水 从海我们来的快 这是什么样 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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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必须要到土航道里 必须要在这里捕鱼 因为这两边是深水航道 水流急的地方鱼才多 对对对 这个海呢 它就在这里面上去 上去慢慢慢慢慢慢进 进来呢 这里有轮 这里有楼子的 它慢慢慢慢就进了这个楼子 进了这个楼子 就供到这个袋子里面 供到袋子里面 好了 它就难逃了 跑不掉了 海的速度挺快的 这个网能晒到长江 不到长江就拉不到海 跑不到海 你看这个差量的你看 这是在江底里面 江底没有的你看 这个里面都没量了你看 这是铁的 铁的 真铁的 这个下到江底有多深啊 六十米 那近网能下去五六十米 对对对 下去那么深还拉得动吗 拉得动就慢慢移动了 船长告诉我们 刚才一共下了二十张网 此刻第一张网就要拉上来 所有人都期盼 这趟能有个不错的收获 这第一网上来让大家欣喜不已 只见网上挂着几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 这几只刚被捕上来的螃蟹 在甲板上举着强壮的大招向我们示威 不料引来传上小狗的攻击 下着大螃蟹落荒而逃 欣喜之余我们不免有些失望 这么大一张网怎么就只捕到这么几只螃蟹呢 渔民却说今天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 大多数时间一网下去都很难捕捕到一只螃蟹 而我们今天二十张网 非但没有一张落空 竟然还捕到不少半斤多重的大螃蟹 这个蟹有多重啊 这个大概有半斤 这种蟹多不多 以前的家里面不是蟹 这个蟹多 就是现在话少了 过去我们整个长江 南面和北面没有水渣 没有人工制造的水渣 因此它过去的长江很比较多了 没有咱们它有内河 都统统就进入长江 却是从内河去 内河进入长江 进入长江就是 可以到水渣 流到长江河 无宋口 海水和淡水的交接处 采落 采落楼以后呢 南河又跟着这个草渣又流上来 我们这一段 它正好这个长江比较下 所以这个水泥比较近 是资源相对比较近重 所以涂起来 比较好普遍 这个长江河 去这个口里呢 它是一个 就是 这个肉质啊 很细很凉的 为什么用它这个河 这个长江河 为什么用去的嘴里细啊 它这个河呢 在这个岗里 也不是什么细节 到了这个长江里呢 氧化 淡水氧化了以后啊 就是鱼也好 鲜也好 到了这个长江里 它总是起歇的 这腿就是比那个养殖的啊 长 从今儿长 你今儿都用大自然的 从运动的墙 它就是从上游下来的 从上游长起下爬的呀 你看啊 你看啊 这个 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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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超铁 这样子超铁呢 它一碰碰到这个网呢 碰到我们那个网 它就 它马上去的网呢 马上去的网呢 马上去的就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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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蟹的产量越来越少 现在尽管是当地人 不上船也很难吃到 长江野生蟹了 而在摇摇晃晃的渔船上 吃江鲜 不是每个外来人都能享受的 渔民告诉我们 很多人一上船 就晕得连口水都喝不下 更别说吃江鲜了 青菜里面还炒的有 螃蟹 蟹炒的 蟹 没想到 我们这几个旱鸭子 竟然能谈笑风生 大快度 在摇晃的渔船上 吃刚捞起来的长江蟹 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味 而这长江蟹包出来的汤包 味道究竟如何 我们忙活了半天 还没有尝到 此刻 正赶上包子店的厨师们 开始包包子了 我们要亲眼见证一下 这长江蟹 是如何从长江水 又钻进包子汤里去的 包汤包无疑是个技术活 汤包的皮相当讲究 必须用上等的金白面粉 揉捏上劲之后 汤包皮才能擀得薄如纸 失造软硬恰到好处 你怎么拿着两个这个擀面杖 然后擀面杖可以吹皮均匀 这个皮呢 我们这个汤包皮 边上要摆 中间要厚 这两个擀面杖是不是很难操作呀 掌握要领就可以了 吹的时候要均匀 背在前面 拉在后面要均匀 这个一般要擀到多薄才算擀成了 擀呢就是边上中间厚 边上薄 哦 边上就有点都能凑了 对 这两个一定要齐 对 一定要齐熟 对啊 那我擀一下就好 好 擀呢这个很要有功夫的 哎我这个为啥不会自己转啊 这个就好手上的功夫了 哦 擀上的功夫 多长时间才能掌握这个 最起码一年半左右 靠两年 中间就白了 边上就喝了 嗯 这个不行了 记者本以为 平时在家擀的饺子皮 和这包子皮 没多大差别 没想到上手一试才知道 这伙看着容易 做起来真难 陶师傅告诉我们 这擀皮包包子 必须要两年以上熟练操作的技师 才能胜任 很有功夫的 这个最起码要包 不低于三十个折 一个美观 第二个呢 它收口的时候就很小的 地很小 这个地头很小 地头小呢 它吃起来呢 就没有什么 跟打 就容易熟了 这主要功夫就在这个收口上 收口 下面还要转 这个手要转 手要转 手要转 这个为什么要拎它一下呀 拎一拎嘛 这个口小嘛 它是拎一拎更紧了 嗯 那不会掉下来吗 不会 要掉啊 拎 这个拎这个 要往下拎 对 这还挺有弹性的 对 这个包的馅量也是固定的吧 二两半 下面要转 包的是要转 嗯 这个手上功夫一定要好的 不行了 你这样上面有皮洞了 边上有了洞 这个就包不起来了 这个边上一定要干净 对 对 像这样就不能上锅 不能 少了有一个小洞就不能了 就流通了 看来 这包包子真是个技术活 净江西方汤包 这选料的烤鸠 制作的精细 确实不愧是净江一绝 蒸熟的糖包雪白晶莹 上面的褶皱细巧均匀 恰如一朵朵饱满圆 一顿含苹愈开的玉局 假之皮薄如齿几乎透明 稍一动弹便可看见里面的汤汁在晃动 别说吃了 光是看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咱们这个吃汤包是不是也很有讲究啊 是的很有讲究 就是从笼里拿到盘子里面 轻轻一慢慢提 先开窗 先开窗 开窗已经是客人了 先开窗喝西汤 最后皮子 这样子一勺光 这净江蟹黄汤包 除了制法绝 吃法更绝 对于第一次吃包子的顾客 服务员会细心的浇汤 阿姨给你拿汤包了 做好了 在上面咬一个小口 对 做好了 在上面咬一个很小的口 好了 慢慢吸汤 担心烫 因为汤包皮薄 汁多又烫 烧一不慎 皮破汤漏 也就不成汤包了 看来品尝这蟹黄汤包 不仅是美食的享受 也颇有一番情趣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只汤包不仅包进了 静江人的智慧 也包进了长江水的精华 长江水不仅冲刷出 静江这片肥沃的土地 也滋生出 静江独特的饮食文化 绵延不绝的江水 在这片土地上浸润了千年 始终是静江人生存和发展的依赖 回想起 当我们的渔船满在收获的喜悦返航时 老船长却一直在耳畔 喋喋不休地重复着 他对长江水产资源的担忧 因为曾经让老船长引以为豪的 长江三仙之一 长江十鱼已经绝尽 刀鱼和河豚鱼也越来越少 如今长江大桥横跨两岸 气势恢弘的造船厂 也高耸林立在岸边 这些穿梭期间的渔船 相比之下越发显得微不足道 而世代居住在长江边 在水中讨生活的渔民 许多人不得不放弃捕鱼 登上岸去另谋深入 不知道这江中江仙美味 是否也会随着 越来越多的渔民离岸 变成回忆 它本是长江中的一块礁石 长江是孕育它的自然之族 最早的先民从何而来 为什么说岳飞是繁衍它的人文之族 敬请收看 左边中国走进静江节目 岳飞生辞揭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